所以这里得到了首相特雷沙梅 触发第50项条款的通告 并且正式开始了英国退出欧盟的谈判 3月29号引人注目的欧盟委员会主席 在第50项条款启动后 发表了一个发自内心的讲话 那么市场的反应如何呢 官方方面 欧洲驻欧盟大使递交了一封信 给欧盟理事会主席陶纳德·塔斯克 正式开始了英国退出欧 昨天我们见证了英国退出欧的开始 英镑的波动之前已经预料到了 但是3月29号英镑的走势 却让市场感到意外 英国退出欧谈判可能会撤销货币吗 由于英国是第一个离开欧盟的国家 欧盟与英国的未来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当然这种不确定性因素 被即将到来的苏格兰公投和法国大选放大了 在本质上 这是有关于损害控制的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将欧盟公民 企业和成员国的成本 降至最低 我们还可以 在做些什么呢 我们已经失去你了 与2016年6月23号不同的是 第50项条款的触发 是在市场多数人的预料之中的 富士100指数收盘上涨30点30点 与准备退欧前相比走高16% 英镑在3月29号的早些时候恢复 并且持续上涨 预计英镑的波动 可能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 在观察英国推欧时间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行动正在进行当中 下一个大的动作将会来自特雷沙梅 开始会见欧盟代表 英国已经表示 贸易协议应该是谈判的一部分 最大的问题就是 触发第50项条款给英镑带来了下行风险 分析师还预测 英镑对美元的走势 具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 并且还会反映出 英国央行未来有关利率的一些举动 城市指数的分析师 凯瑟琳·布鲁克斯表示 第50项条款的出发 更多的是怨声而不是一声雷响 虽然英镑最初上涨了 但是由于市场受到 特雷沙梅写给唐纳德·塔斯克的信件 以及欧盟的回应所带来的影响 英镑已经远离了价格高位 基本上双方都是以礼相待 有助于抑制波动 并让价格浮动相对减少 资本经济学的经济学家 乔纳森·洛恩斯说到 英镑对欧元也小幅上涨 其中英镑的加权指数上涨了近2% 比去年10月份的全民公投之后的低点 高出约5% 这些因素都促使投资者继续观望 本周晚些时候英镑可能会出现的波动 那么你是怎么看的呢 在下方的评论栏留下您的看法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明天将会为您带来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